大家好 欢迎收看100个句子记完7000个雅思单词 今天是第93节课 我是王帆 直接叫我发儿姐就可以了 我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这次课的主要内容吧 主要有四个方向依次展示跟句子和核心单词相关的内容 那首先我会从剑桥正题当中选择一个比较经典的句子 跟大家做一些分析 包括句子的一些句法 一些主干信息等等等等 紧接着会从这个句子当中提炼一些核心的词汇 比较适合于雅思考试的 咱们来一起说一说 然后接下去我们会结合这个句子 总结相应的一些主题 进一步给大家补充更适合雅思考试 尤其是口语考试相关的一些表达 最后结合我们这次课的所学内容 会跟大家巩固一些单词的知识 以及进一步扩充一些单词的知识面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课所涉及到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课的句子是什么 来到剑桥第八本书 我先读一下这句话 可以体会一下这个句子的含义 好 不知道你对这个句子了解多少 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这个句子吧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句子的主干信息 好 句子的主干内容 我能用笔再标注一下 会显得更加清晰一些 首先这个主干是an accident 在这里 resul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FAA 这个表示联邦航空管理局 简称FAA OK 就是一个事件引发了 就导致这个FAA 联邦空管管理局的这样的一个建立 那具体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们来进一步看一下这个句子相关的一些语法信息 好 来这里 这个accident that 这个that 修饰了前面的accident 一场发生在 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上空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在1956年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an accident OK 然后紧接着 位置引导了一个限定性电影重距 然后这样的一个 它修饰前面的operation of aircraft 这个航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飞行器 包括飞机啊 一些其他类型的一些 空中飞行的一些东西 他们的一些活动状况 现在已经变得特别的拥堵了 两个定义重距值得了解一下 那整个的这个句子 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我再跟大家翻译一下 在1956年发生在美国 科罗拉多大峡谷上空的一个空难事件 应该是空难 导致直接影响了这个SAA 就是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这样的一个建立 这样的一个管理局 他们是用来 regulate表示监管 这个oversea表示监督 就加在一起 可以把它理解成监管的意思 监管在美国上空的各种各样飞行器的一个运营活动的状况 那么这些这样的飞行器 因为在当时看来已经变得十分的拥堵了 一直以来 好 这是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句子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当中 值得大家去记录的一些核心表达 有这么四个 分别是account, establishment, oversee and congested 接下来我依次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四个单词吧 第一个account 它是一个动词表示发生和存在的意思 OC表示去,可表示跑 然后去跑着做一些事情 是因为某些事情可能发生了 还是很容易记录的 同意的表达发生可能会 大家应该能想到happen 而它是个informal的一个表达 就我们之前提到过 如果你看阴阴字典里面 或者阴汉字典里面 有formal的字样 通常是一些比较正式场合的时候 用到的一些表达 但如果是informal就是非正式的 就也就说我们平时的一些聊天对话当中 那可能会用到了一个表达 happen, occur使用的更加频繁一些 OK,发生在某人的身上 通常是account to somebody 好,下面一个单词 establishment 因为是MENT结尾的 刚才那个FAA的建立 或者是一个教育的部门的建立 教育组织的一个创立 an educational establishment OK 好,oversee 表示监督、监视某个人或某个东西 向上看 就表示监督和监视了 但如果是overlook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一个词是overlook 同样是一个动词 向上看 只不过不再是see 而是look look, look 可能就被忽视了 这是不一样的意思 请大家注意 好,回到这里 那监督、监视 同样还有一个表达是supervise supervise 可以表示监督和监视的意思 如果是监督某一个项目 可以是oversee the project oversee the project 你记住了吗 好,来 最后 congested 表示拥挤不堪 堵塞的 冲塞了很多东西 congest表示充满的意思 异地表示什么什么得 是一个形容词的一个后缀 好,名词是congestion congestion是一个名词 如果是特别的严重的拥堵 可以是heavily congested 后面可能是 可以加上一些名词 像比如说 你可以说 heavily congested road OK 好,以上是关于刚才句子当中 呈现出来一些核心单词的介绍 那就句子而言 很自然的会让我想到一个话题是 交通路况 刚才的句子当中 其实反复的出现了 航空啊 交通啊 然后特别拥堵的一个状况 也许在未来就真的会 是海陆空都会变得 非常的拥堵不堪了 那交通这个事情 也是雅思考试当中 经常涉及到的一个话题 尤其在口试当中 经常会问到大家 关于交通啊 拥堵啊 一些解决方案 相关的一些问题 所以需要也是 大家会有一些些的交通状况 相关的一些单词储备 这样才不至于在 口语考场里面 被问到之后就显得很尴尬 所以咱们来一块了解一下 跟交通状况相关的一些表达 首先第一个 交通运输 那肯定会一下想到 transport这个词 right 表示交通运输的意思 常见的搭配 注意因为这个交通这个词 它是一个不可说明词 不同类型的交通 不会是transport词 这种表达 通常是means of transport or former transport 同样如果你想表达 公共的 私人的 你可以用到 public or private 这个词 remember上一次 我们之前介绍了 这个building 建筑的时候 我们说私宅 私人的一个名宅 叫做private maybe residential building 如果是公共的 叫public building 是不一样的 好来 或者你表示运输的时候 把这个单词 当作一个动词来理解 transport somebody or something to somewhere 把什么东西 运到什么地方 好 可以运东西 也可以运人 好下面 overcrowd 在交通的进程当中 那可能会出现 各种各样拥挤的状况 而且不光是一般拥挤 是过度拥挤 尤其是有的时候 在大城市里 上下班的高峰期 那简直 难以想象 人气之旺盛 过度的overcrowd 表示拥挤 over crowded 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过度拥挤 然后overcrowding 是一个名词形式 好来 下面 那你看到这么多拥挤 尤其在道路上 路上交通行驶的过程当中 那可能会 故意去绕个道 避开这样的拥堵的状况 绕道而起 可以叫detour detour d表示离开的意思 tour表示环绕 可以把它列成叫turn 我转一个方向 我转一个方向 然后继续前行 然后绕开 然后绕道而起 可以是make a detour 或者是take a detour 好 当然大家不希望我们的交通状况 永远是那种拥挤不堪 然后需要绕道而起 结果绕道又会发现各种样的拥堵的情况 当然希望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的 对吧 非常顺畅的 英文可以叫smoothly smoothly 这是一个副词 因为是一个ly结尾的一个单词 好 smooth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顺畅的顺利的 OK 你可以说traffic flow smoothly traffic flow smoothly 表示交通非常的顺畅 还有呢 我也希望 everything goes smoothly in your life 这也就是所谓的一帆风顺 什么事都顺顺利利的 OK everything goes smoothly in your life 好 以上是关于交通状况的一些核心表达的补充 最后我们再结合今天所学 我们来巩固一下 我们今天学过的一些表达 以及在雅思口语当中 大家可能会犯的一些错误 比如说 路遇堵车 那我是need traffic congestion 还是face traffic congestion which one is correct? 没错 第一个 need traffic congestion is correct 一般英美人不说face traffic congestion 好 第二个 公共交通特别便宜 是popular transport R-chip 还是popular transport East-chip which one is correct? yeah the second one is correct 因为 transport 是一个不可属名词 不能后面的动词加啊 OK 好最后 你可以再想一想 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些词坠 其实都不一定是今天学到的了 很多时候 我们一直在提倡 说词坠 词根的一些重要性 词坠 我们说有ly的一个副词结尾的单词 对吧 当然有时候也会有形容词 ment是一个名词结尾的 它通常这个是副词 我写上大家更好理解 形容词的一个 好 I-O-N是一个名词 我们已经无数次提到这三个词坠了 那此时 不妨你可以 稍微思考一下 想想看 rest your eyes 休息一下 你的眼睛 想一想 哪些单词和表达 到目前为止 你看到的 包含了这三个词坠 给了大家一些解释了 比如说 咱们刚才看到了 smoothly estachment operation OK 当然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单词 好的 那这就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次课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课再见啦 Bye